中性房屋 辦公室位置超尷尬 小編豪異提醒卻霧彩低雷 這座桌子的位置有一點尷尬 客人帶進來應該要在前面 看不到我桌面任何東西 對 那妳有覺得妳坐在那邊 運勢有什麼改變嗎 找我比較多一點 我氣兩天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我有件商品 可以先進去 因為我們吸收 他突然間就對 吸收兩個字反應超大 而且是你吸收 是不是他吸收 對 但是他就是受不了 吸收這兩個字嘛 吸收… 你才吸收 坐不住的辦公室風水 不單單心省不寧 更常常招小人背後捅刀 但慘的是 連房子也不適合住人 格局也茫茫正正的啊 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老師會說不適合住人 不是 看起來OK啊 對啊 一般只忌諱個東西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門口 有沒有發現一隻門 直接插到底 會發生一些門的事 對 有苦難掩 自己吸收啦 對… 你… 你怎麼講吸收了 不知道為什麼 我講出那一招 也請經濟的大 高盛峰當初為了蹊蹺 決定在兩家附近買房招音 沒想到卻被風水老師說 不適合起家 因此轉作為太太經營電商 復興作畫的工作室使用 起初業績蒸蒸日上 沒想到好景不長 除了僅剩三分之一外 更被無良廠商惡意欺丹 苦不堪言 究竟辦公室風水有什麼禁忌 不能作為起家錯的原因 又是什麼呢 大家好 嗨 菁 菲菲 菲菲 怎麼會這麼久才 風水才來看你啊 十年了 對啊 表示你這十年過得 一定有好的不得了 對啊 好到沒有任何財運健康 各種都沒有需要我們的幫忙 但是最近出問題 看起來是OK 但是 對 好快 有鋼琴 女兒的鋼琴 那為什麼今天不是看你家 為什麼要特別讓我們 來看這個工作室啊 其實呢 我家是有風水老師看過的 所以我覺得是OK 因為它的功力跟我們圓景老師 一樣的強 但是這個地方 一開始呢 是我打算當住家的 那個時候我想找一個 三房兩廳的房子 然後我走進這個屋子裡面 你看 有耶 三房兩廳 但是除了三房兩廳之外呢 它有兩個超大的空間 也可以供我使用 我當下就覺得超開心的 我一定要把它買下來 因為你知道空間一大 三房兩廳它格局其實差不多 需要住誰誰誰已經規劃好了 但是如果你有多出 額外的很大的空間 你就會對這個家有更大的 想法對不對 對 幻想 那兩個大空間是怎麼樣的空間 超大的 那 超大的 大到我那個時候打算 在其中一個地方 裝溜滑梯 讓我兒子女兒溜滑 太多大了 對 然後後來呢 這一位風水老師 他只是路過這裡 他看了一眼他說 你千萬不要把這邊當住家 那我就傻了 怎麼辦 對 因為我其實我雖然 十年沒有上過風水這個節目 但我很相信風水 我就是太相信了 所以呢 我不敢靠它太近 OK 那他這樣子 那個風水老師一講說 你這邊不適合當住家 不適合職業的時候 我想說那糟糕 我可能要趕快找別的地方 但這裡我才剛買入 我不可能立刻又脫手 那怎麼辦呢 他閒置了一段時間 然後一直到 整個兩三年以前 我太太決定重出江湖 他很喜歡工作 那我就說那這邊就 給我太太當工作室 然後另外一半 讓我父親當畫室 然後他有了新的神明 新的用途 那他現在已經是工作室 等於是辦公室的形態 那我就為你們大家介紹 這個總經理好了 總經理好 總經理 總經理 總經理好 我順便讓老師看一下說 就是 因為他剛剛講的辦公區域 總經理 總經理 那就是辦公區域 對…這我太太 你看他有多懂 他後面還有山水畫 坐在這裡穩蕩蕩的畫 還有靠山 對不對 對 疫情這段時間 大家都過得很辛苦 你們工作上 其實是有落差的嗎 有 有 應該百分之五十以上 五十 約到百分之五十以上 差不多 對 年營業應該有差吧 賠三四百 還賠錢 對 差那麼多 對 可是你們不是這個 我們要先進貨 因為你進貨有同樣的一個 然後貨不能出去 貨出不去 因為我們 我們是寄到那個 寄到內地 它最遠賣到挪威孟買 對 就是挪威印度 好國際化的工資 其實寄到滿多地方 對 挪威 孟買 澳洲 法國 美國都有去 我們都有去 我們都有去過 但多多少少會遇到一些澳客 對 沒錯 你遇過覺得最可怕的是哪一種 就是 他買貨 已經買了 我們貨也寄了 他就是被課稅 課稅之後他就說他不要 他就直接退運 變成稅金我們要幫他付 通常那個稅金都還滿高額的 對 那一次多少錢 那一次應該 五六百塊人民幣 對 他不會採美多少錢而已吧 就是 他被課了大概百分之五十吧 買一千多塊人民幣 他就覺得太貴 然後他就不要 他就直接退運 可以這樣嗎 照理是不可以吧 沒有 想說算了是不是 對 那有把它拉黑名單嗎 有 都是不能買 真的 真的 這很輕 因為這等於所有的東西都要你自己吸收 對啊 就是這一部分就是我們自己吸收 運備啊 然後還有產品的薪額那些 全部都要自行手勢 你了解 還是要問一下元景老師 就是 第一個 他所坐的位置非常地好 後面有十牆 對 通常一般來說的話 老闆的經濟後方很機會開窗戶 好 其實他有窗戶 其實他是有窗戶的 其實他是有窗戶的 你看看 你看看 真的耶 對 那他這樣的做法是對的嗎 對 這個做法是對的 要平常 把它扶起來 老闆的先生畫 沒有 這是我父親 因為我父親是畫家 然後呢 通常他不接受課地 他只畫他喜歡的東西 那因為我剛好是他兒子嘛 對 對啦 很久喔 剛好耶 對… 所以我就請我父親 就是百忙之中抽空 畫了一幅 就是符合我們需求的畫 對 剛剛風水畫這樣 有沒有缺什麼啊老師 很棒啊 因為等於我的最後方有靠山 對 而且基本上它有畫河流 是彎彎曲曲的 風水頭叫取水友情 彎曲的水 才會有這種好的一個意象 所以第一個呢 背後盡量 然後第三個就是 其他的部分呢 像進來到最內側 才會這個地方 是不可以放垃圾桶 垃圾桶 垃圾桶 有啦 沒有耶 那女垃圾丟到哪裡 找到哪裡 還有一個比較特殊的 像有些老闆他很喜歡說 猛瘦的一些圖騰 對 或者是雕像 觀眾朋友如果是 我要求財 那我會放在我的桌面的右手邊 但如果一般 他們希望說 比如說我上面還有更高的位階 我有可能放我的左手邊 因為左手邊跟權力有關 表示我生意業績好 我的位置可以有機會提升 這一類的東西 通常要放在左右前方 那這個我們講神獸才會幫你做招財 可能聚財 這些功能 那最忌諱的放哪裡 有些人會放在後方 那我覺得正後方 通常以前最忌諱的 就是猛虎下山的 為什麼 因為老虎是餓肚子的時候 才下山出來找東西吃 吃飽了他就可以往山上 往山上 他就回山上的洞穴了 對 所以通常以前如果是 畫猛虎上山的話 通常是代表他這個可能 各方面做得還不錯 好保的 然後往山上走 所以後面的圖毯那些 還真的不能亂放 那如果是譬如說 這辦公室的座位 尤其是桌子 是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 其實這個桌子的位置 我覺得有一點尷尬的地方 這麼說 如果是老闆的座位的話 你的動線應該要單一動線 也就是說如果可能 單獨從這邊走進來 那邊就不可以有動線出去 好可怕 妳那邊有動線 是不是表示 我有時候會習慣從那個地方 鑽到妳的地方 現在妳知道不可以從哪邊 都會 這邊吧 對不對 因為這邊要去哪裡 小夥伴坐在這裡 會有點卡住對不對 就是 都會從這邊 所以觀眾朋友就要記得 如果我們從這個方向出去 稍微繞手一點 但是這還是叫做 可是他從這邊出去之後 他是一路反手 對 我們叫做白虎開口死路走 意思就是說 我可能會遇到一些瓶頸 一些問題 但我可能也知道 大概問題在哪裡 可是有時候 你好像沒有辦法 針對問題去做解決 趕快移過去 把他當主 不要從這邊過 好 對不對 是從樓邊過就對了 好 以後就從這邊過 對 我覺得妳說得很有道理 因為我現在想起來 我太太目前為止 她在公司上面遇到的問題 都是 但是妳明明知道問題在哪裡 對 但是妳卻無法去解決它 你知道製造問題的那個人是誰 但是妳又不能去把他殺掉 妳是只能看著他在那邊 繼續 繼續當那個有問題的人 那是不是就是心裡頭 有時候會 對 睡不著 很難扭 對…很便扭的樣子 對 所以我們一般在座位上面 擺設是稍微要注意的 第二個 其實我通常會這樣講 因為我看到這個一個特殊的空間 很明顯是接待的空間對不對 對 那我想請問一下 真的有客人會進來 我們會跟他接待 或者在這邊聊天做什麼嗎 我會聊天啊 然後奉茶 然後跟他講解一些 譬如說他有興趣的產品 很奇怪嗎 在那邊會做什麼 我就想 不是大家就是坐在那邊聊天嗎 可以 我… 我不會吃 我不會吃 對… 有點… 我會親他 就是 來…請坐… 對 那就是做一些 做一些商務上的接待 這就是尷尬的第二次 為什麼 因為你們有發現嗎 他們的座位都是坐這個方向 對 那我今天客人一帶進來 應該要在前面 前面進來坐在前面 看不到我桌面任何東西 才對 可是我一旦坐在那個地方 就像我現在站這個位置 我覺得很熱 他就… 你就像小夥伴 現在有在接 很尷尬 他現在是不是在逛色情網站 有在那邊動 有在那邊動 自己買自己的東西嗎 你的意思是說 就是公司的一些 我們在辦公上面的內容 其實不太適合 讓剛剛進來這邊的人 看見 一眼就可以忘穿這樣 其實這是很尷尬的樣子 他這邊 我要打資料 好像也不對 就怕人家看得到 對 然後我今天到底要做什麼好 所以在這個時候 就會變成 我坐在前方 我每個人 只要他有聽到聲音 或者探頭一望 他們都會覺得很尷尬 不自在 那我們問一下我們的 小編 那你坐在這裡 有一直覺得 有客人來會很自在 你看 後面的人在看 我覺得你很尿尿的嗎 我覺得剛剛季老師在你旁邊 你都沒有不自在 都沒有分心耶 很厲害 因為你在趕著要寄東西 是 那你有覺得你坐在那邊 運勢有什麼改變嗎 還是有沒有 我覺得好像小人比較多一點 所以有遇到什麼 啊OK嗎 真的 我氣兩天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心這麼痛了是不是 說出來我們一起試試看 那個是一個好客人 不過他 因為他買了很多東西 對 然後因為我們每個廠商 到貨的時間會 不同一樣 然後我希望就是很貼心的 告訴他說 我有一件商品 我可以先寄給你 然後 他突然間就對吸收兩個字 反應超大 他就說 你不要再給我提 吸收這兩個字 我有付運費 然後 他對吸收敏感 他就是一個 不能吸收 不能吸收 吸收不良 吸收敏感症 對… 吸收沒有什麼 對啊 而且是你吸收 他吸收 但是他就是受不了 吸收這兩個字嘛 吸收… 他不是太吸收了嗎 吸收 他抓狂嗎 對 他就抓狂 對 你不要再跟我提那個字 我有付運費 然後我就說 我是分兩次借給你 你會有兩次的運費 你只需要付幾次 我是不是很貼心 另外你讓我吸收 對 受不了 之後我還必須不停的跟他說 就是抱歉抱歉 你不會我的意思 這樣 所以就這樣子 你氣兩天 然後他就很生氣說 我不需要你吸收 我該吸收 我自己吸收 你都吸收去了 那營養是不是到你身上去了 那個邏輯 心裡 心情不好了兩天 怪人 怪人這麼多數都有 座位上面有一些位置 是屬於不要坐不住的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叫做 就是我坐的位置 剛好是在一個走道 動線上面 那麼如果在動線上的時候 坐的位置通常會坐不住 包括學生他讀書 他可能會沒有辦法 可能坐一下就坐不住 工作的人也是一樣 那這一張位置 是不是有一點 對 因為基本上 他背後就是動線 對 對 然後第二個問題來說 所以你看他剛剛就 本來再後來幾件 就不見了 那這邊還下班 還沒有好 而且旁邊還有我常常彈奏鋼琴 的那個位置 他只要忍受這個雜招 的影響 其實他有一個問題 剛剛那個鋼琴的位置 沒有發現剛好是門 對到的位置 對 所以那個鋼琴放在那邊 也會變得比較偏向擺飾 對 就是你只是擺在那邊 可能很少會去彈 那就算彈也不會彈很久 所以你的氣 你認識我女兒是不是 你認識我女兒是不是 小蜜蜂彈一放很強 我女兒真的沒有辦法 他真的是 他彈完一首歌 他就要回頭看我一眼 對 像他剛完成一場演奏會 但是你知道彈鋼琴 是真的需要花時間去練習 真的 他真的是耐心很缺乏 在這件事情上 可是他別的東西 不會 然後他又會告訴我 我很喜歡鋼琴 我很喜歡鋼琴 但是我永遠聽到老師說 他練習的時間不夠多 然後就是注意力不夠集中 有可能 放在鋼琴 還好 還好 現在還小 還小 這個真的還好一點 所以要想辦法 對 因為剛好在門 針對的這個方向 剛好在通道動線上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是通道直衝 第二個問題就是 我們有沒有座位 有沒有對到鏡子 可是我看到剛剛彩雲他的座位 對面 他不是鏡子 玻璃 但是他有玻璃 那個玻璃會反射人像 這樣也算嗎 多多殺會有一些影響 對 但是如果他要是鏡子的話 他這個套餐耶 這一位 他剛剛 他還活著我都覺得好偉大 兩位都是耶 兩位都面對玻璃耶 對 離開我們人世間了是不是 又有走到 旁邊又有鋼琴不對的東西 你應該要走得有多急阿姨 走得有多急 他簡直就是被外星人帶走了 就走了 人家只是去尿尿吧我想 對 要注意也要注意也 對 然後再來還有裝在樑下面的也會 對 一般來說有時候我們通常都只注意到 我們眼前看到 很少會注意到頭頂上 比如說頭的後方 這個地方會有一隻樑柱 有時候我們坐的位置 排得很厚平的時候 就有可能剛好坐在樑柱的下方 那一旦坐在樑柱的下方 除了我們講說可能在身體方面 會受一些影響 因為畢竟它是鋼筋嘛 對 所以整個房子的磁場都會 圍繞著它在轉 第二個來說的話 因為量壓在頭上 會產生我可能工作上面一些壓力 那最後一個就是背對門口 那大概背對門口乾掉 剛前的位置就是背對門口 那其實我要講說這個位置 我的背後剛好也是出入了一個門 也是一個門 對 這也是一個拉門 對 所以要注意到 所以通常觀眾朋友要特別注意 避免這些錢 但是除了這個以外 還要注意 我們怎麼樣去 如果我要改變它 要怎麼樣才能夠提升我的一個位置 這個風水 了解 比如說第一個 座位要在你的左手邊 也就是剛剛提到的東線上 是不是要從這樣子進出 然後才會順暢 是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的時候 就是背後要有靠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地方背後要有靠 接下來就是我們講到 有些人他可能會提到 我的位置很容易扮小人 是 在工作上如果是包括他們剛剛碰到 這樣的一個課 或者奧課的話 也都屬於小 所以我們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在辦公室裡頭 他擺放仙人棗 放擺放桌上 如果你在桌上不太適合放的話 你可以在 有抽屜的桌子 對 在抽屜的左手邊的第一盒 擺放七零彩八卦 可以 七零彩八卦 對 抽屜裡面 對 最後一箱就是 辦公室風水坐不住 空有好位置卻被浪費了 好的座位帶你上天堂 麻煩是迎刃而解 你覺得這座位怎麼放會比較好一點 都有好的位置嗎 一 二 三 三個人通通動線一致 而且變得很順喔 什麼 老闆 沒有 後面沒的 沒有 後面沒的 也是這個樣子 三個人工作都會很順差 對一些這個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都能夠順利的迎刃 可以單位如果坐在前方 把它又就坐在柴位上 對 所以等於每一個人都坐在好的位置上 座位要在你的左手邊 也就是剛才提到的東先生 其實要從這樣子進出 然後才會順暢 是 那第二個部分來說的時候 就是 背後要有靠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背後要有靠 接下來就是我們講到 有些人他可能會接到 我的位置很容易犯小人 是 在工作上如果包括他們剛剛碰到 這樣的一個科 或者澳科的話 也都屬於小人 所以我們有些觀眾朋友 可能在辦公室裡頭 他擺放仙人掌 放擺放桌上 如果你在桌上不太適合放的話 你可以在有抽屜的桌子 你在抽屜的左手邊的第一盒 擺放麒麟彩八卦 可以 麒麟彩八卦 對 抽屜裡面 對 最後一項就是我們一定要記得 左方右圓的一個基本原則 各位朋友 我在左手邊如果要放水晶的話 以這個所謂的柱狀的水晶為主 那麼右手邊擺放圓形的一個水晶 通常柱狀水晶代表權力 所以當我在左手代表握權 掌握權力權杖 所以基本上來說 它代表比較有機會 那麼在右手邊來說 主要是掌握這個所謂的財富 所以通常右手這些部分來說 是用圓形的水晶 比較能夠提升財富 了解 謝謝老師 所以你要珍惜我們這位同事 對 那一個真的很不好的位置 但是她依然堅持到現在 是時候改變了 對 趕快幫我做一下調整 左方出爐 對 Sera妳旁邊的這個位置 妳就靠過去了 妳就把它靠過去了 對 其實它有一個很好的位置 待會兒我們介紹到裡面去的時候 我們來看看有沒有辦法 調到更好的位置 讓每個人都變好 好 好 接下來就是在那裡面 所以廣告結束之後 還是要繼續看一下 對啊 不然怎麼會知道呢 還是 在我身後 她的布局滿有心的耶 對 財位的部分耶 真的啊 我真的覺得你們很厲害 真的有在看風水 就是說你們還有注意到這個地方 沒有 這些就是Sera Sera她處理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 我知道妳這樣是會安排 對 所以妳也不曉得她到底 我知道她是財位 我知道她到底 我覺得她好像是柴位 不是 我不知道她是什麼 好像 因為不是說進門士術助教嗎 對 所以這邊應該是進門士術助教 那妳介紹一下妳的安排 OK 就是有這個叫聚寶盆嗎對不對 對 然後還有這個 轉 轉金輪 轉金輪 對 那這一盒是什麼 這一個裡面 那是我公公的 我想說很漂亮 就把它拿來當白紙 它會搜一些就是古董 然後呢 但是它搜了之後 它又不曉得該擺哪裡 所以它有一陣子就是亂堆 放在儲藏寺蒙城這樣子 那我們在整理的時候找到了 覺得它還滿精緻的 其實真的應該好好保存 然後我就先把它擺在這裡 對 然後我有西藏的朋友 然後他們就是 所以會有轉金輪 然後會有堂卡 然後其他譬如說五路財神廟的 就是我太太去求的 這個還有我們那個就是 每一年紫南溝的那個 紀念 對 紀念幣這樣子 其實對我們來說都是很珍貴的 很珍貴的東西 但我不曉得他們 到底是不是擺在這裡 就能招財還是什麼 基本上我會給他65分 怎麼那麼低 對啊 我不曉得 這樣算高還是低 算低是不是 我覺得很低 對啊 只是剛剛只是還好 是怎麼可以一格這樣 整個把它掃掉這樣子 對啊 一定可以再加速 還要數中是什麼 要加到80分吧 第一個它進門的 門開方向的斜45度角方 第一個是正確的 那麼你會發現 正確位置裡頭 它擺放聚寶粉 是 這個是 其實這個也是聚寶粉 是 那一般來說 你會發現它裡面 有五地籤啊 有水晶啊有什麼 它提升起草 這個是對的 那當然各個公廟裡頭的 一個招財前母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放在這位置 確實也是好的方向 然後這個櫃子 它跟一般的櫃子不同 一般的櫃子分兩種 一種是它 通通一模一樣大小的 其實那個很 大部分都是藥櫃 以前那個中藥店的藥櫃 中藥後面那個櫃 放藥材的櫃櫃 但是這個不是 這很明顯的它是另外 可以擺放各種一些 這個所謂飾品 或者一些物品 的櫃子 那我覺得這個很棒 因為它畢竟 這個東西是純手工做的 然後它有一定的 這個所謂的氣場 那至於上面放的 我們提到就是說 剛剛可能有唐卡啦 有轉經輪啊 然後有這個所謂的佛像 或者神像 這個我覺得都很棒 那唯一的缺點就是 通常我們提到柴尾 所以必須要雙背張開 90度腳 不能夠開門 不能夠開窗 那你先看 這個是一個活動的一個 哇 可惜了 這邊 剛好是個拉門 對 就健康了 就空了 你看 所以老師你的建議 是把這一邊 就是做不透光不透明的 一個石橋的感覺 是不是 對 其實如果可以的話 第一呢 有兩種方式 一種方式呢 它可能搭一個拉臉 對 一個拉臉 然後固定遮住這一片 讓它不要透過去 第二個呢 是我會很希望說 把正確這些位置的 往裡面挪動 往內部 對 原本我們用來做沙發區的 這個地方 對 然後這個沙發區 應該是要在最前方的位置 你覺得這座位怎麼放 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大家 你看有三個 三張半空桌嘛 對 如果要搬進來的話 都有好的位置嗎 其實一般來說 裡面應該可能只能放兩 好 比如說 我舉個例子來說 也許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這個可能放橫的 後面做一個位置 那可能是老闆的位置 因為後面非常的快 對 那當然基本上來說的話 前面這一位應該就是利用 這一塊的位置 就是 包括它的桌 這樣子 不是 這樣子 面上外面 朝這個方向 這樣子 對 一 二 三 三個人通通貢獻一致 而且變得很順 是一條線 他們如果要進出的話 就是同一個路線 所以我們在風雨上叫 聲龍開口 金銀萬頭 三個人工作都會很順暢 而且遇到的一些 剛才講的可能一些煩惱的事情 雜誌還有一些這個 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都能夠順利的迎刃 那比如說第三位 可能就在我們進出的這個情況 但是因為它的後方 還有這一位的桌子 可以坐背靠 對 三個人背後都有靠 好 了解 我可以跟你講 好 我來 撐他了 對啊 因為大家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向雨昕 對不對 不是這樣 老闆 我現在 沒有 後面沒的 對 是這個樣子 可是你會發現 這個問題就是 你現在站的位置 門口變得 對 一目瞭然 對 所以前方只要進進出出 你都不用動 一目瞭然 那該條第三位 如果坐在前方 剛好這個位置 他又就坐在柴位上 對 所以等於 因為講真的 你現在這個沙發的放法 好像也不太跟 因為老師這樣一講 就發現 他其實有點背本 對 一般背本的話 一般在風水上面來說 代表翻橋 所以 難怪 就是都是 都是有這一些 讓人家對心掛的人 對啊 有遇到是不是 有 有 有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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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發現 你有小人 沒有 我說真的 以我自己的個性 我真的以前不覺得 社會 人心有這麼的 無法理解 然後呢 我就是譬如說 我太太工作結束 回家會跟我聊 而且遇到什麼事 有時候我聽了 我覺得不可思議 像前一陣子 就是他有跟一個廠商合作 那個廠商專門是做清潔用品的 那你知道清潔用品就是 譬如說洗手 對 洗臉 洗身體 然後呢 清潔手部 那其實這些都算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防疫很需要的東西 防疫很需要 對 然後呢 這個很可愛的地方就是 這個廠商之前就是 會一直拜託我太太 還有認識的一些協力的廠商 大家呢 譬如說你開個團 你開個團 大家分別去幫他就是 推出一些產品 對 好 我們也都合作得很愉快 但是呢 一直到前一陣子 疫情來臨之前呢 原本都很好 然後疫情一來的時候 哇 發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那個時候 這一個廠商突然做了一個 很奇怪的決定是 他開倉庫 什麼叫開倉庫 他的所有產品都在倉庫裡面 對不對 那原本都是預定好 譬如說賣給你一千份 賣給我兩千 賣給你三千 這全部談好了 那這些貨物全部就來倉庫你 可是疫情來了 他竟然 他覺得說 我要幫助到很多 現在急需這些用品的人 所以我把倉庫打開 你們想要來買的人 直接到倉庫來買 那 那你們之前訂的呢 怎麼辦 對 那如果是 我們是個人 譬如說你自己要用的東西 你是個人的 那你開倉庫 其實可以拿走的貨也不多 對 重點就是那個時候 有人想要生活打錢 所以說 有這個倉庫 原來都擺這些防疫用品 好 那我就一次進去買個一萬 一萬組什麼 全面財總 我就把貨全部買走了 好 結果就是 他就是做了這樣子的一件事情 他覺得他幫助大家 對 但是他沒有想到 就是苦了我們這些 原本就跟他下好訂單的人 等於 那你們之前簽了約 那不是都 對 就形同虛設 對啊 然後呢重點是 因為 我們是去面對客戶 對 那等於是我們要對客戶負責 不是這個廠商都需要 是先 我跟你訂了一百份 那你一百份呢 你現在沒有貨給我 那我不是跳腳的嗎 你跳腳 我要賠你錢 對 而且我手邊還沒有貨可以給你 對 那我把沙發的位置呢 移到現在 就是那邊有放櫃子 也是總經理的旁邊 放櫃子的位置 是 面朝這個進出門的方向 那這樣子的時候呢 就可以坐在位置上 除了看電視以外 也能夠同時掌握到所有進出的地方 我覺得剛剛老師那樣的調整方法 就真的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對 然後再來你剛剛有講說 對 我想說六話題 在哪裡 現在當然沒有六話題 但是我原本想像 但是它就是有一個 這麼大的空間 可以讓我運用 至於多大我讓你們自己 好不好 外推陽台大空間 與煞氣僅有一線之隔 居家風水半季輝 格局再好也不適合住人 格局也光光正正的啊 我覺得不曉得為什麼 老師會說不適合住人 我說看起來OK啊 我常常看到了 一般只忌諱的東西 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門口 有沒有發現 直接插到底 會發現一些悶悶的心理 對 有苦難言 自己吸收啦 對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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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為什麼 我講出那一陣子 也起記憶了 真的 很大耶 就是真的滿大的 是 然後呢就是 而且很深 所以這就是一個 多出來的空間 這就是一個完完全全 多出來的空間 然後你可以想像一下 你後面我有做成架 把我父親的畫作擺上去 但是如果我那時候坐這麼高 的一個空間 然後呢 底下是擺書啊 櫃子啊 然後有一個小樓梯可以爬上來 走走走走 這邊可以滑滑滑滑滑滑下來 是不是很合理 因為它真的夠大 對啊 請木工座的話 對 對啊 但是這邊看 這邊算是陽台耶 對不對 這邊是一個陽台 算前陽台 對 然後它又是一個 它又是一個外推 再不影響其他住戶的權益底下的 外推 所以那個時候 我看得真的滿心動的 後陽台也滿令我心動的 老師 後陽台可以成立一個空間 後陽台可以大概擺個石頭 前後陽台都很大 這樣對它的事業各方面來講 應該是很加分吧 對 尤其是這個陽台 那陽台一般來說 我們所謂的側面陽台 因為它不能當前陽台 我們先講 前陽台我們首先第一個 它可能可以看到前方 可能要外面整片外面 但是這個看不到 對 因為它在一樓 所以通常它可能是在 我們的圍牆裡面 圍牆裡面 大約不是在房子的前端 所以基本上它叫側面陽台 側陽台 那側陽台其實代表貴人運 所以當我的房子 側陽台比較寬 或比較明顯 比較大的時候 基本上代表我的貴人運 就會比較旺 那一般來說 像這種拖出來的這種陽台 一般來說它分成兩個部分 它有一種也就是 我們現在這個是依照這個圍牆為界 那有的人是在圍牆以後 又開始又搭出去 那剛好是在屋子的後端 搭建的時候 它就會變成整個房子 我屋子的後端搭建出來的時候 就形成就像個包袱 通常包袱越長 代表負債越多 那我的 像我現在介入的空間 不就是包袱 這不叫包袱 不是嗎 它要從這一片牆以後搭出去 就叫包袱 如果它是在側面的時候 我的房子比如說 舉例來說 正面朝那個方向 可是我側面呢 圍牆這個地方 再搭出去 搭出一塊這樣出來的時候 我們就叫腫瘤屋 就像臉上這個地方長的腫瘤一樣 那麼一般來說的話 如果是出現腫瘤屋的話 住在裡面的人 就會出現身體方面來說 出現一些腫瘤或顆粒之類的問題 所以不能貪心 就是說這個本來就是你的空間 你可以使用 但如果不是 你要硬要加出去 很多人都這樣子 一直外推 它其實在五樓 它也是一直在往外推 那些反而就會變成你健康 或者是財務上的一些壓力 剛剛老師有特別講到 就是說為什麼這個房子這麼好 但是卻不適合當作住家 就是因為一樓 好像測水馬龍 對藝人有點不方便 有點沒有隱私 再來另外一個點就是房間 對 沒有錯 我們去他房間你就會發現 有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好 鬧鬼 不是 不是啦 我們就先走了 好 我們回到室內 然後再看看到底什麼問題 看一下房間 我自己也不知道 很大的問題 來 所以這一區本來 如果是住假的話 應該就是飯廳嘛 對不對 你現在把它做的是 就是工作海 工作海 然後回去 他們要包貨的時候要什麼的 就把貨堆上來 所以這邊有三間 三間房間 三個房間 但主要就是用來存放貨物 然後呢 擺我爸爸的畫作 其實畫作真的很多 所以也需要另外隔出空間 但我就不曉得為什麼 老師會說 不適合住人 不知道 他明明就是 格局也光光正正的 然後 對啊 看起來OK 看起來OK 差不多看到了 就這個房間來講 其實為什麼不適合 居住 一般來說我們房間 通常會考量到就是說 房間裡頭有可能整體的一個格局 都會出現比如說橫的塵梁 直的柱子或什麼之類的 那一般只忌諱一個東西 門代表嘴巴 那麼梁柱通常有時候像筷子 那一般來說 筷子如果是橫向過沒有關係 但你不能紙箱擦進去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門口 有沒有發現一隻直的梁 直接擦到紙 它就像我們的一根筷子 擦到喉嚨裡面 那你有可能會感覺到痛 不舒服 可是你知道有時候 就是這種情況 又不能夠跟人家講 所以會發生一些門的事情 有苦難言 對 有苦難言 純淨自信感 要不要吐黃蓮這樣子的狀況 對 就像我剛才這樣 你要遇到一些奧客 你沒有辦法跟人家那個 那我怎麼自己 嘩巴吃黃 自己吸收啦 對 你... 你怎麼講吸收 好強喔 不知道為什麼 我講出那一章 也起基因了 是 不知道為什麼 不要隨便說出那兩句 好... 可是老師 我有問題 我認真的問題 你說房間裡面 有穿新的梁 不適合居住 那如果我把它拿來當成 存放貨物的空間呢 它存放貨物 其實我覺得很棒 但是你要特別注意 當我有些比較 我覺得我希望它賣得好的東西 是 我就要盡量避開 涼的正向 蛤 所以 貨物 還不能被涼壓住 對啊 因為你壓住它是會有可能 它會容易被擠壓 那我如果 我就希望它能夠大賣的話 當然不想拿 那想要知道我對不起誰嗎 進來看就知道了 因為也是線上知名的 蛤 對... 大家來看看 是什麼樣子的貨物被涼壓住了 這樣子比較賣不動 是不是 蛤 太棒了 是不是這樣跟她 好樣的 跟什麼老師說 原來貨賣不出去 業績降低 是有原因的 被壓住了 被壓住了 因為真的就是這一切 是最近才發生的事情 老師那怎麼辦 居家有專心煞 然後呢就是 像我這樣子 工作室 然後當作 貨藏 它有專心煞怎麼辦 其實基本上我發現 你有一些可能是 包裝啊 使用一些物品 我想考量是說 如果我把它移到 沒有涼壓住的地方 然後把這些 可能包裝使用的東西 放在這個涼下面的話 可能你基本上 會有明顯的改善 喔 不要讓貨物被涼壓著就好 對... 我覺得比住人好像簡單一些 對... 要特別注意 如果有睡人 對睡在裡面的人 會有影響 可是都沒有睡人的時候 對主人 會有影響 喔 因為基本上來說 平常比如說我租給人家 人家幫我付房租 那個房租 我就可以去付一些其他的費用 對 可是如果當這房子空的時候 誰要負責整體的費用 主人 主要負責 對 還好登記的是我太太 蛤 怎麼這樣子 也這麼乾淨啊 對啊 沒有 沒有 沒有穿心煞就是好老公 有穿心煞就是我不對 對啊 怎麼這樣子 那現在登記回來給我名字好不好 好不好 好 所以其實只要在上方 左右前後 另外丁商跟鋼丁 各方對情財八卦 就可以化解所有兩柱 產生的殺擊 好的 謝謝老師 好處理啦 對 那如果可以的話你也是就一下 反正你那個 對啊 抽納就沒差 又要健身了 又要健身了 真的 因為這些東西是我們男生來搬的 這樣子 好啊沒問題 但是我剛剛看到啊 就是過來的時候 我看到你外面有養一缸 有魚又有蝦子 可是你還沒有看到的後陽台 其實有一個更大的缸 也有啊 也有養魚養蝦 而且那個缸是因為 我們家做醋嘛 那本來是用來裝醋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那個缸的 容量不小 很大 對 那有很多人會把它稱為是 風水啊 招財啊 但我想我太太應該沒有這樣想 她純粹就是想要養一些小豆腐 小豆腐 我跟你講 而且養那些魚啊蝦的 會越養越多 我太太就是這樣啊 我老公會這樣啊 就一直養一直養 然後加入各種群組 然後大家在交換那些蝦牙魚的 然後就是每天就是 看著那些蝦牙魚 就說他們真的很療癒 她是不是 為什麼你 我 你先生要娶我太太算了 因為我太太也是對著魚缸在那邊 整天晚上背對著我耶 你知道嗎 她就是盯著魚缸對著我 我剛剛坐牙面的時候 而且就是可以對著我 而且是不是拿個鑷子 在那邊把那個水草把它撿起來 還有小螺啊什麼 要把它挑起來 對 然後你就看蝦子在那邊 媽呀 你就覺得好舒服好開心 所以我太太應該不是把它當作風水缸 但是因為這種東西放在 放在我們住家裡頭 或公司裡頭 它就是會產生一定的影響 對 所以可以就可以也請你幫我看一看 好 它放的位置對不對 還有什麼要注意的地方 魚缸擺放有禁忌 放不好招財便漏財 好嘞 各位 來 這邊因為經過廚房 我剛剛問了圓錦老師 所以這樣就算厚陽排 厚陽排 然後那個小鑷子在這裡 就是那個嗎 對 對 那個小沙蜜 然後五顏六色的 這個也好漂亮 她以前不是這個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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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前是誰 沒有就是我太太把它越大 越大越癢越肥了 因為就看 就很小很小 是一個黑點邊的這樣子 真的會長很快 對啊 已經有五顏六色的魚在裡面了 好漂亮喔 而且這裡 你真的弄得很好 這都是SERA弄的嗎 SERA弄的 對 你看它有種植 植栽 然後整面牆很漂亮 所以這邊也是父親在做畫作 對 因為他做一些大尺寸的畫作的話 其實一般的場所比較難 放這麼大的尺寸的畫布 對 然後後面就是它的 顏料 顏料架 應該是一部分 對 所以我父親在有空閒的時候 就來這邊畫 然後對 然後我太太就是在外面辦公 然後呢 我真不知道 業績不好 是因為它 是因為風水有關係 還是它太著迷於這些魚啊 蝦的 我不知道 你對話還不如看你 怎麼講 怎麼講 我又不是魚 為什麼這樣 沒有啦 那反正就是 它依照著自己的喜愛 就是把這邊布置的 對 它自己覺得很舒服 很放鬆 但是我就不曉得 就是對風水來說 到底是不是 我覺得還是要了解一下 魚缸的擺放原則 因為放在每一個座巷 就不同的效果 對 剛剛可能要特別注意 比如說家裡的這個魚缸 放在什麼樣位置能夠摧殘 然後放什麼樣位置會出現破產 觀眾朋友一定要稍微注意 比如說 觀眾朋友如果你把這個魚缸 放在居家環境的 正西方 東北方這兩個方位的時候 就會出現 大破產的前線 那如果放在居家的南方的時候 家人的心臟方面來說 就會出現一些問題跟狀況 是 那相對的來說 既然有不好的一方位的話 也有屬於 催財催旺的方位 比如說觀眾朋友 如果你把居家環境的 正北方 或者是我們的這個 西南方 正東方 這三個方位擺放的話 都能夠催財催旺 家裡頭不但財催會旺盛 而且人丁也會相對的變比較興旺 所以你要看一下方位 看方位 是 那現在這個方位 對啊 是對的嗎 因為我沒有羅牌 我不曉得這個到底是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其實基本上 是屬於比較普通的位置 就是放 可以放 沒有不好 那我覺得也沒有特別加分 但是如果舉例來說 在畫座的旁邊那個位置的話 是這個畫架這裡 對 畫架的位置的話 然後它就是屬於 催財催旺房 喔 好 換起來 所以你好多事情要做 現在要翻譯你 我太太有很多事情要做 是你 我覺得這一個月 大概就夠她忙了 對… 你的太太也很喜歡 幫種植物 植物 對 其實種植物她也有一些經驗 因為老師剛剛有講到 在那個 辦公座上面 對 就養那個 仙人家的麻婆 我太太應該會買一株 大概跟墨西哥 原產地一樣大 她會這樣子做 蘋果 原來用這麼大的出發 原來是 比較太高的那一種 其實基本上來說 比如說像 我們上面看到 有這個所謂的 黃金格 主要在那一盆 它是非常茂盛 它非常茂盛 而且往上長 然後長得很 好漂亮喔 對 那通常這個植物來說的話 放在對的位置上 它其實也一樣有 吹彈吹旺的效果 可是它有一個重點 就是只能夠往上長 越茂盛越茂 不能夠往下攀疼 像這一種你就不大貴了對不對 它如果攀疼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不要攀太長 就要盡量把它剪短 然後插回去 讓它再生長 像這樣子 越茂盛越茂 可是我跟你說 我太太已經覺得那種藤蔓 所以可以把整面的牆 變成綠色的很漂亮 可是 這樣好像賺人不好 對啊 可是在風景上面來說 當看這個 曼藤類攀長的時候 比較會出現一些 濕飛 紅蛇 嚴重的話 甚至會出現 萬事的問題 是 所以如果觀眾朋友要是說 好啦 我真的就是這樣 我也不想 真的不想去剪它 那你就要用紅色的這個 譬如說斑袋 或繩結 然後把它綁起來 那麼像這個比較 可能負面的部分 就是乾山 然後中水上就要 變紅轉 就會乾山 紅 其實坐到這裡 我個人覺得 那個盲塵跟苦力 要開始了 對啊 差不多 開始要開始搬了 外面也要開始搬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十年來第一次 邀請貴節目來我們家錄 因為你知道一錄完 你會常常 常常錄還得了 我直接去開搬家公司算了 對不對 因為這一次 這一次真的 如果請到你們三位 然後我也真的把老師 你們的建議聽進去 那表示我接下來 有很多地方要改善 要改進的 對啊 祝福你耶 謝謝大家 那我們今天看到 爸爸也好有才華 真的跟他畫家 好多的畫作 是充滿藝術的空間 是 對 恭喜你買到這麼棒的房子 沒有 如果你們沒來的話 我可能會 還不曉得問題 到底出在哪裡 總之謝謝你們三位 謝謝 謝謝你們 真是公平的 得家感言對不對 好啦 希望夢塵下次 你買個買房子 然後叫我們來拍 沒問題 沒問題 OK 好,謝謝瓜哥 謝謝大家 謝謝瓜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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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抗消理 案線 香 saw 感谢观看